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制裁问题表明立场 中方不赞成用制裁手段解决问题 更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单变制裁 实践证明制裁非但解决不了问题 还会制造出新的问题 不仅造成经济上双输或多输的局面 还会干扰影响政治解决的进程 当前世界经济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已经很艰难了 有关制裁会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冲击 对各方都不利 我们强烈要求美方在处理 同俄方关系时 不得损害中方正当权益 中俄双方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的精诚 开展正常经贸合作 中俄务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